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激烈对决 这不仅是一场选举 更是一场关于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选择 随着2024年选举的临近 哈里斯代表着拜登政府的延续 力求重振传统外交 而特朗普则主张美国优先 指责现任政府对全球不稳定的助长 这场选战的背景是两场持续的战争 分别在欧洲和中东 让世界对这场选举格外关注 俄乌战争中 哈里斯支持乌克兰 承诺继续提供援助 而特朗普的立场则引发基辅的担忧 两者在对待普京的策略上截然不同 在中东 哈马斯的袭击使得选举与战争交织在一起 特朗普则借此攻击哈里斯及拜登的外交无能 在中国和台湾问题上 哈里斯可能会延续拜登的强硬立场 而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则可能对北京构成威胁 至于北韩 特朗普的和解策略曾让人震惊 但如果再次当选 他可能会引起南韩的担忧 最后 在北约和欧盟的问题上 哈里斯承诺支持盟友 而特朗普却曾威胁撤出北约 这让全球对美国的承诺产生疑问 总之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 2024年的选举都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各地的目光都将聚焦于此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 其主要讨论了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 可能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对决的情况 文章从多个国际视角探讨了两位政治人物在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 以及他们可能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首先 文章讲到哈里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总统乔·拜登的外交政策议程 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恢复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方向 这一方向在特朗普四年动荡的领导下遭受了巨大挑战 然而 拜登任期内 全球稳定性并没有如愿以偿的实现 反而出现了显著恶化 特别是在欧洲和中东两个主要地区 美国都深度介入其中 特朗普则重提他的美国优先政策 并承诺通过力量来寻求和平 他指责拜登和哈里斯因软弱和无能导致全球不稳定 另一方面 民主党则试图将特朗普描绘成一个容易被外国对手利用的混乱领导者 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这场战争主导了拜登的总统任期 拜登政府在战争初期对乌克兰提供了大力支持 但这种支持在平衡各方利益 以及避免与俄罗斯的和对抗之间始终摇摆不定 这种平衡策略引发了乌克兰的批评 认为美国在北约成员资格 武器供应速度和质量上不够积极 哈里斯在这一政策上与拜登步调一致 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特朗普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疑虑 因为他曾公开赞扬普京 他提出的快速和平解决方案可能会让俄罗斯保留对乌克兰东部控制权 这对乌克兰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乌克兰人希望特朗普在重返白宫后能调整他的立场 在中东局势方面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引发了新的区域性冲突 美国也卷入其中 拜登在处理此事上的表现不佳 引起了美国国内亲巴勒斯坦和亲尼巴嫩群体的不满 特朗普利用这些不满攻击拜登和哈里斯的软弱 尽管 无论谁当选总统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都不会改变 若哈里斯赢得选举 他可能会微调美国对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地区的政策 但不会有重大改变 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包括将美国大使馆牵制耶路撒冷 退出伊朗和协议 这些举措与以色列的利益紧密相关 若他再次当选 预计他将继续这样的政策 关于中国和台湾问题 哈里斯在中国政策上尚未有明确立场 预计他将延续拜登的政策 中美关系将因此继续保持紧张 特朗普的强硬外交政策可能对北京有利 尽管他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赞美似乎与此相悖 在台湾问题上 哈里斯可能会选择战略模糊 而特朗普则曾暗示台湾因为其防御成本支付费用 这使台北感到不安 在朝鲜和韩国方面 特朗普曾在任内促成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会晤 但这也引起了韩国的忧虑 担心特朗普可能与金正恩达成的协议会对首尔不利 哈里斯的立场则未明确 但预计他将延续现有政策 继续保持对韩国的支持 关于北约 特朗普对该组织的怀疑态度 是其国际政策的一大特色 曾引发跨大西洋的紧张关系 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的财务责任 甚至威胁要将美国撤出北约 哈里斯在这一问题上则坚定支持乌克兰和北约盟友 批评特朗普试图放弃对盟友的承诺 总体而言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 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将对全球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社会对此次选举充满了关注和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选举是指在一定的法律或规则框架下 由合资格的选民为选定的候选人进行投票 以选出某一职位的代表或决策者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尤其常见 因为它是实现人民主权的一种主要方式 选举的范围可以包括政府职位 如总统 议员 市长等 也可以是非政府的组织 如工会 公司董事会或协会的领导人 选举的形式和过程应国家和地区而已 但一般包含以下几个基本步骤 提名候选人 选民登记 竞选活动 投票和计票 选举制度根据各地的政治和法律体系有所不同 常见的制度包括单一选区制 比例代表制 混合选举制等 不同的制度对选举结果有不同的影响 通常在选举之前 各种候选人会进行竞选活动 向选民表达其政见和计划 历史上 选举制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 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 是在启蒙运动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1789年 美国的首次总统选举 可以看作是现代选举制度的开端之一 而法国大革命则进一步推动了选举制度的普及 20世纪以来 随着民主思想的扩展 选举制度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举制度和形式可能有所不同 但在相对自由和公正的框架内组织选举 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实践 选举的成功依赖于多个因素 包括法律框架的完整性 选民的参与度 媒体的公正性 以及选举管理部门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选举公正与否 直接反映在选民的信任度上 因此 许多国家和地区会设立专门的选举监察机构 确保选举过程的透明和公平 在数据层面 选举的参与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通常反映了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和参与意愿 根据国际统计 世界各地的选举参与率差异较大 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参与率可高达90%以上 而另一些地方则可能低于50% 此外 由于技术的进步 电子投票和网络投票逐渐在一些国家得到应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选举方式 也引发了新的挑战和问题 如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 总的来说 选举不仅是一种选择领导人的过程 更是一种体现民主价值和公民参与的机制 选举的真正意义在于 通过公开 竞争和公平的方式 使得不同的意见和利益 得以表达并进而影响公共政策方向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